夜晨背负的一口关 恐怖的黑暗气息在不断蔓延 失去了气势绝境镇压的力量 这天地都容不下那一股惊天的意志 仅是数丈之据 夜晨每跨出一步 便是感觉自己神魂 都是为生生的剥离一般 哪怕他拥有轮回圣魂天 也没有资格 他的血肉之躯崩碎 壁骨和躯干处化作一团涌动的黑雾 在支撑着自己 深黑色的瞳孔之中 痛苦与绝望间 刻下最深印记的是倔强 不堪重负的夜晨几倍一弯 仿佛那足以压碎世界的 深铜色棺果一角倾斜 其内涌动的气息 弥漫出伴侣 天地都是瞬间失色 在那光幕的另一侧 神秘男子瞪大了瞳孔 望着眼前的一幕 这个时候的轮回之主 竟然做到了 干别且毫无血色的嘴角 扯了扯 震惊到无以复加 百家境的修饰 竟能平靠意志 撼动那个玩意儿 如今的夜晨 身躯早已经淹没在 黑暗洪流之中 就连那双眸子都是冰冷至极 破 无尽的黑暗之中 一声嘶吼回荡 那颤音似乎穿透了时空 令得彼岸 另一届的生灵 都是惊疑 哪来的气息 好生熟悉 不是应该消亡了吗 不好 声势太大了 死开了时间的戒壁 快退 无银的无无时空深处 几道声音传出 在那神秘男子所处的身后 一层层空间剥碎开来 每一次荡起的碎片划过 这里的时间流速便是增加 有几人的蓬勃的血系之力 眨眼间便是被这神秘的气息 生生削去了一半 更有甚者已经步入暮年 只见那深空彼岸的尽头处 一只蝼蚁般弱小的淡漠身影 背负一口深色的青铜棺果 缓慢而来 是的 蝼蚁 在他们的眼中 那个男人的修为实在是太弱小了 连那口封闭的棺果 一散的一缕气息 都足以将他完全吞噬 杀了他 一声冷喝传出 无数道法则之力 倾刻间降下 四面八方涌动的力量 击尽将宇宙生生击穿 神秘男子不顾自身的伤势 再次迎击而上 目光扫视之处 令人胆寒 他如同一尊魔神一般 身形扶摇而起 所掠之处天地共鸣 那一只宽厚的手掌 竟是直接探出 他要接应叶尘 在那戒壁的崩碎处 大道的力量 倾刻间压下 这便天地不容 一声清脆的响声 背负铜棺的叶尘 已经靠近了那片空间 在他身前不远处 是另一片时空 那是叶尘第一次靠近 无无时空 甚至叶尘还能感受到 仁皇圣刀在颤抖 仿佛要为这个时空而战 铜棺的一角砸向戒壁 那吞噬万灵力量的天地威压 都是无法撼动他半分 要越界 饶尸以通关黑暗气息 包裹其中的叶尘 都是在消散 轮回之主足够了 好好活着 我期待你覆灭万须 踏上吾吾的那一刻 神秘男子靠近叶尘 强大如他 周身的血气之力 都是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消散 那只苍尽有力宽厚的手掌 此刻也是干枯 一角铜棺砸下 似乎原本的大盗彻底碎裂 神秘强者的颓势也不在了 在那神秘气息的涌动下 他跨越空间通道的背影 愈发地清晰起来 连那花白的虚发 都是逐渐在此幻化 像是中年 更像是一个少年 在反观叶尘 失去了铜棺力量的庇佑 纵然有轮回圣魂天的庇护 还是受了极重的伤 破 意识弥留之际 叶尘看到男子 左手脱关 征战诸天万象 蝶血无尽强者的一幕 苍素贤那道背影回头 对着他轻轻一笑 主人 主人 小麒麟在他的面前飞舞 扯了扯叶尘的衣服 你怎么了 突然间愣神 叶尘眨了眨眼 有些意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环顾四周 瞬间寒毛乍起 正是先前的长狼 小麒麟在他身侧 你 一人一兽对视 皆是奇怪地望着对方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怎么了 嗡鸣的雷声 欲发猛烈 抬头望去 深黑色的虚空之中 黑色雷霆 宛若天河倒挂 扑住了无尽的黑暗 延伸到夜晨 目之所及的尽头 又来一次 夜晨大惊 那神秘的劫雷 恐怖无比 先前 就是被卷入其中 险些身死 又是经历了那一幕幕 这绝不是幻境 这是切切实实发生的 而那位大能 竟是用了逆天手段 抹去了一切 甚至小麒麟也不记得了 容不得他反应 意象便是浮现 只听得小麒麟一鹤 什么妖魔鬼怪 再次作祟 本圣尊吞了你 麒麟吞天 数字尚未出口 夜晨便是一巴掌 狠狠拍在 小家伙的脑袋上 招呼道 不许乱来 跟我走 他转身向后望去 在那段路的朦胧之间 夜晨快步走去 向着那无尽的 黑暗深渊之中 毫不犹豫地踏去 主人 你 见到夜晨的身影消失 小麒麟愁愁愿 望着眼前的绝路 他咬了咬牙 跟随夜晨的脚步踏出 你怎么知道路的 小麒麟望着夜晨 开口问道 毫无疑问 他们已经进入了 这座大殿之中 那永远走不出的 长廊结界 已经被破解了 你真不记得 发生了什么吗 夜晨狐疑地 望着小麒麟 先前的那段经历 明明这小家伙也在 看来真的是被抹去了 小麒麟举起爪子 在夜晨的眼前 晃了晃 什么记不记得 你入了长廊 我们一直在原地踏步啊 那看来真的被动了手脚 夜晨突然间想到了什么 丹田处一抹亮光闪烁 五道轮回图 气势绝境之巅 这 寂寥的山巅 几根金色的蝉链断裂 已经化作道责之力 稳固了这片空间 山地间一片祥和 那原本镇压神官的力量散开 笼罩在四周 那原先隐隐有着躁动的邪魂 都是隐匿了气息 在那原本的地界 空荡荡的山峰处 深入地底几丈的四方印痕尚在 可那青铜神官已然消失不见 是真的 那是真的 在未来 我真的覆灭了羽黄谷地 踏上了吴吴 见到了被困的吴祖 云梦成明媚的阳光洒下 叶辰的周身寒意 却是令得小麒麟都是颇感不适 而在叶辰破开阵法的同一时间 江蝉子显然也感知到了 有趣 有趣 江蝉子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波动 停下了手上动作 起身向外走去 竟然能走出破旺结界 会不会沟通了无无时空 这几率太小 那百家境小子应该做不到 客人来此 真是令得蓬毙生辉呀 江蝉子的身形飘然而至 大笑开口道 叶辰被这道声音的主人打断了思绪 也是强压下心中震撼 旋即望向眼前的男子 小麒麟也是在第一时间 钻入了五道轮回图之中 并没有暴露自己 江蝉子一袭灰色麻衣 有种出尘的气质 宛若天上仙人一般 与这辉煌的大殿 却是格格不入 我叫江蝉子 是秋生明让你们来的 江蝉子何须一问 也不等叶辰作答 轻轻作一 指了指方向 自己便是率先带路 向着大殿深处走去 谈笑间 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就连叶辰自己 也看不出眼前人的修为 像秋生明手中的 那块玉佩一般 其主人和他一般 难以捉摸 秋生明呢 叶辰皱了皱眉 伸手不打笑脸人 这江蝉子的态度 倒也是令他无法发难 你是如何晓得 我破旺结界的通路呢 江蝉子没有正面 回答叶辰的问题 反而是疑惑发问 一直以来 除了他自己 还没人能从 那个奇幻的困阵之中 走出来 所以他这院落之中 常年无人际 少了几分烟火气 没有阵机 阵心 这破旺结界 几乎无从下手的 江蝉子解释道 叶辰轻轻点头 回应道 的确 如你的人一般 很是神秘 我无法破阵 江蝉子疑惑地 目光投懒 尚未开口 便是听得叶辰 继续道 前后就这一条路 我感受到了 那股风暴之中 有着极其危险的力量 叶辰也是礼貌回应 眼神直直地 盯着江蝉子 似乎想要验证些什么 但他却是失望了 江蝉子的毛子里 有的只是惊讶 与对叶辰的几分赞许 并无不妥之处 所以我只能选择后退 哪怕退无可退 也算是运气好 叶辰耸了耸肩 无奈地笑道 这样啊 你们来寻找 江蝉子点了点头 不再追问 质问叶辰的来意 邱声明没跟你说过吗 叶辰反问道 江蝉子目光一顿 指了指叶辰 我这院子里 近些年没什么客人 你是第一位 邱声明是我的朋友不假 但可能还在那 破旺结界之中啊 叶辰也是一愣 他是来帮邱声明的 结果这个当事人 还困在阵中没出来 那股黑色的劫雷 有着不祥的气息 很是危险